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日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全球最值钱的货币 但是到底什么叫最值钱呢? 其实最值钱是指每一货币单位能够购买到最多外币或同一商品 一般称为币值最高货币 最普遍的比较方法就是将该股货币换算成 比如美元、欧元或英镑的主要流通货币 那全球最值钱的货币到底有哪些呢? 第五名英镑,1英镑等于1.23美元,38台币左右 说起英镑,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 虽然作为欧盟国家 可英国跟瑞典、丹麦一样都是使用自己国家的货币 并没有加入欧元区 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地国 在海外一共拥有14块领土 虽然主权归于英国 但是只有少数采用英镑作为本地货币使用 其实除了英镑,第五名的还有其他的英镑 那就是与英镑等值的部分英国海外领地货币 包括福克兰群岛棒 直布罗陀棒 以及圣海联纳棒 这三个海外领地的货币都以棒作为单位 与英镑的固定汇率为1比1 其他可能比较著名的海外领地 比如百慕达元是跟美元等值 而开曼群岛元对美元是1比1.2 第四名 约旦地纳尔 一约旦地纳尔等于1.41美元 接近44台币 约旦是位于西亚的中东国家 著名的死亥便位于约旦的西部 它的纸币有1、5、10、20、50五种面值 除了1元纸币 5元以上的纸币 正面都印有约旦不同时期的国王 第三名 阿曼里亚尔 也有地区叫阿曼里奥 阿曼全称阿曼苏丹国 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现人口500万左右 阿曼里亚尔与美元挂钩 依阿曼里亚尔等于2.6美元 80台币左右 除了流通纪念钞 所有面值的纸币正面都印有 现任苏丹卡布斯本塞尔德 以及一些著名建筑 比如巴赫拉堡 阿尔纳特塔 苏丹卡布斯大学等等 第二名 巴林蒂纳尔 一巴林蒂纳尔等于2.65美元 约为82台币 币值与第三名的阿曼里亚尔相弱 巴林 全称是巴林王国 是一个位于西亚 临近波斯湾西岸的岛国 人口大概只有160万 其中一半更为外籍人口 10跟20的面值 蒂纳尔正面都印有先任国王 哈迈德本 伊萨本 撒勒曼 阿勒哈利法 而面值较小的三种纸币 分别印有巴林旧法院 巴林第一间学校 以及我们哈迈德国王 位于巴林第二大城市的 穆哈拉格房子 介绍完前四名 那全球最值钱的 到底是哪一国的货币呢 答案就是它 科威特蒂纳尔 每一科威特蒂纳尔 可以换到接近3.3美元 接近101台币 它最大面额的纸币只有20元 面额最小的纸币 更有令人想象不到的 四分之一蒂纳尔和二分之一蒂纳尔 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四种货币 这个世界上单价最高的货币单位 可能就是有点与众不同 它的纸币正反面都没有印上任何的人头 没有女王 没有国王 也没有苏丹 其实在几年前 英镑还进不了前五 在拉脱维亚 塞浦勒斯等国家 进入欧元区后 英镑才勉强爬到第五 不过币值最高并不代表什么 例如 全球最高币值的科威特蒂纳尔 其局限于当地经济 货币在国外并不流通 虽然科威特人 有着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 但是走出国外 还是得像我们一样 乖乖换成其他强势货币 好了 这一集的每日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和分享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